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妈从来不问我的 你开家这么多年 然后你回家 一个暑假 一个寒假 或者偶尔一个机会回家 然后你就吃个晚饭 然后你就说 爸妈妈我是gay 我觉得这个 不尊重他们 也不尊重我自己 我觉得 就是说这毕竟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事 我觉得应该再选择一个 比较合适的机会 然后在一个比较合适的 合适的一个气氛之下 然后把这个事给带出来 我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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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二十年了 我的小孩子 孩子都痛 走走走 好 来 喝喝吧 喝喝 喝喝 你好 谢谢 好 谢谢 哈哈 没事 你倆在一起现在是一个戏戏的 你们俩人们在一起 觉得是一个戏戏的 然后戏戏还唱不下去 对我妈的要求,这里面全是奶油瓜子。 我最喜欢吃的,就是可可老师,要我来问他要,他才给我拿。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杂志,你看过来。 这个也是一个照片,他就说,可可,我名字吧,the self portrait,就是可可的自我肖像。 我说,I want to be an interesting person. 你编一点影,你就给我翻译说文就行了。 一个跨越两世纪的一个有意思的人,我的意思是,如果我能够把自己的能力, 而且这些天赋,我可以把它准备好的话,我可以把它很好地释放出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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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在音乐方面 也是蛮有才华 蛮有天才的一个人 他什么都会 他钢琴 大题 小题 然后中国的民间乐器 二胡 金胡 竹笛 索纳 中国的名打 他都会 那我觉得他的年代 没有给他造成这种很好的机会 让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些才华 充分地表现出来 把他的梦想完成 那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会把 他的这些梦想都寄托在我的身上 六零小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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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自己在家里 我就拿个小黑板嘛 给他放在那里 然后把茶呀什么都给他打好 谈鱼就放到床底下 就来到家就这么锁 锁到四岁 四岁的时候就 我就四岁半了 我就让他到学校里去 我从小我就一直对这些什么 唱歌啊 跳舞啊表演 就特别感兴趣 而且特别比较演运 我觉得这种人越多 我觉得越人来风这种 他就喜欢这些玩意儿 演完除了以后 这个演员呢 就把他拿那个头套 就给他戴上 拿山里 让他做这个动作 你看看他 我还买你家去家 你好久一点 喂 小总 没人家去家 看他说 我还有一些 你这些 обы这这块 就是这个 你 有 有 这 大 都 都 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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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车框是个奇迹是在那里 框车一车框 想找一些戏曲的打击乐的那些东西 把戏曲再改了改 我准备把戏曲和西方放在一起改 刚好以后 我记得我回来 我先拿给你听 我送过道路到你家来拿给你听 接来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给你讲 这一车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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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到上海 到上海音乐学院 我一下车 我一看 这么多房子 这么多车 这么多人 我一看 语曲 曲 李宗盛 对对对对 实际上就把那个歌唱给你 你唱过他人来人去 对对对 我第一首真的 因为他这个非常老实 缅甸的 而且就说 我从来的 我进去,我十六,我还小呢 他就跟我说,哎呦,他说这个小孩啊,很有灵气啊 然后呢,就像个童笙那样子 然后呢,又喜欢跳啊,唱啊 然后人家搞不清楚啊 就说,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的音乐性非常敏感 他的心里出了一个非常敏感性的 那么他呢,又有上帝给他血白的皮肤,纷嫩 非常漂亮的脸蛋,可爱 人见人爱 这都是上帝给他一个先天性的这个条件 你不要说他后来的整个这个生活 都跟这几个条件都很有关系